東元集團父子決裂 史上頭一遭東元父子經營權之爭 正在延燒 週四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 首度發出聲明 稱自己教子無方 愧對社會期待 緊接著 岳母也首度對外喊話 支持世代交替 高齡103歲的東元阿嬤林明爵 是東元集團創辦人之一 發出公開信 挺孫皆大位 支持外孫黃育仁 接棒董事長 一場經營權之爭 從父子之爭 演變成丈母娘跟女婿互相放話 不惜把家醜外揚 讓家族間的感情宣告破裂 來看看對決內幕 做事情沒有一個簡單的 沒有那麼輕易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們也做到了 東元近兩年來 保受寶家集團的狙擊 已經讓市場看得膽戰心驚 今年82歲 依舊老記福利的黃茂雄 應該也料不到 自己才挺過保家集團的挑戰 現在要面臨最大考驗 竟然是自家兒子黃玉仁 想推翻政權 硬是打臉老爸聯合外面資金 一心想要穩固經營權 這是在走回頭路 東元老股東也不滿黃茂雄 依舊他們有兩大詬病的理由 其實我當年在主持東元的時候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 能夠有自主的技術 能夠有自主的力量去打市場 不是只有台灣 熟知東元文化的人都知道 黃茂雄可說勢必公心 管理公司的細節多到無法想像 父子之爭在表面上看來 是老爸支持現任董作邱淳之 而熟知內勤的人都知道 黃茂雄仍想繼續掌控東元集團 因為黃茂雄接受日本教育的洗禮 而這類企業家都有一個共通點 手握經營權到最後一刻 甚至死在工作上 都覺得是最高榮譽 因此眷戀權利不捨旁落 硬生生交習了兒子的接班夢 早在1994年 原始股東就曾經聯手 以三大理由推翻黃茂雄 說他愛作秀 外務多 不專心公司事務 致使東元經營差強人意 2001年時黃茂雄成立東元激光 知情人士透露 看起來投資10億進去 但其實可能賠了有百億 多年來最被老股東詬病 再加上父子不和醞釀已久 長子黃玉仁手中的靈光 廉昌等事業 利潤一路下滑 因此黃玉仁認為自己無從發揮 父子倆的工作理念也不同 漸漸種下心結 我們是技術 而我們正在帶來更聰明的未來 黃茂雄人脈資源豐富 因此能鞏固東元江山 據了解反會長派的黃玉仁 如果獲得阿嬤林明爵約5% 以及原始股東約5%的支持 加起來手中也只有10%的股權 而黃茂雄殆盡的華欣立華持股8% 保家持股25.7% 可見黃玉仁難有勝算 這樣的舉動只是為了表達老股東的不滿